大家好,这个特殊的春节假期,很多人已经在家待了一个月,甚至更长的时间 眼看着正月就要结束了,趁着上街购物的时间,小编带您看看青岛繁华的商业区台东是什么样子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,是台东八路的天桥,大家可以看到,微海路上大多数商家还是没有开始营业 这是从天桥往东看到的台东八路上的场景 接下来我们走下天桥,一起沿着微海路走一走,看一看 小编看到 有的商家本来计划是正月十六开始营业,但是至今还是没有开门 而这个商家则是写着本来计划正月初三开始营业 大家可以看到,仅有少数的一些商家开了门,微海路上的行人并不多 即使那些开业的商家里面顾客也不多,几乎每家店面都张贴着不戴口罩不得入内的提示 有的商家还特意准备了红外的体温计,顾客要测量体温之后才能入内 和平时相比,台东三路步行街上的行人仍旧非常的稀少 出门的一般都是出来购物的,大家都戴着口罩 这是小编站上台东三路天桥拍到的微海路 大家看一下现在的台东三路步行街 小编码 都交差 快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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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台东夜市所在的那条路 大多数商家也是没有开门 这是以往吃货们逛台东必打卡的长兴路小吃街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也是非常的冷清 这是营口路农贸市场附近也是饭店集中的地方 这里也是只有少数的饭店在营业 很多饭店张贴着不提供堂食的提示 一般只接受外卖订单或者由顾客打包带走